而日前武林派出所也接获通报 有人跌落山区十米的山谷 随即通知了消防救难人员 辖区内热心村民等十多人来协助 经过六个多小时 把跌落大约十米深的伤者 送到医院救治 而根据了解 原来这是一位老农民 他在山区要接山泉水 路面施滑不小心摔到了山沟内 日前武林派出所接获通报 有人跌落山区十米山谷 随即通知消防救难人员 辖区内热心村民约十人协助 历经了六小时多 将跌落十米山谷的伤者 送到医院救治 根据了解原来是这位老农 为了在山区接水源 但是因为路面有些湿滑 才不慎掉入山沟内 现场救难人员使用绳索垂钓到 约十米深谷底 但说是因为附近杂草重生 老农幸运的软着地 但也造成了腿部骨折 头部腰部以及脚部擦措伤 导致无法行走 头部也有撞伤 经过救护人员初步包扎 确认无生命危险 随后以绳索吊挂 众人合力顺利将他从谷底拉起 在以轮备的方式 步行约一小时 乘车约两小时后 立刻送到救护车 送到医院救治 顺利完成救援任务 民众在山上淫地整理水沿时 不慎掉入山谷托伤 请前往协助 所长请首须山区道路状况是山清 先请前往确认事故地点 再以消防救难人员准备装备 骑前后随即前往 再开车约50分钟 抵达报案人位置 再乘坐报案人至搬迎车 约40分钟 然后再步行约一小时 这才抵达伤者 最弱的伤骨处 初步诊疗伤者 生命迹象不定 但大腿部分骨折 及身体多处 擦伤 臭伤 头部也有撞伤 后再以绳索吊挂 凭重人之力 顺利将他从谷底拉起 关山警分局表示 提醒民众请往山区 最好结伴同行 遇到突发状况时 还可以相互资源 若是塞山区没有讯号 可以拨打112紧急救难专线 且盘罪严平相报导